来关注政府宣布要授权给鸿海还有台积电购买BN7疫苗 总统蔡英文亲自接见双方代表 感谢他们的热心议举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表示 自己任重到远会尽力而为 但是回顾郭董采购疫苗之路频频受阻 最后反而是近期扶上台面的台积电 采购的过程也备受外界关注 也和鸿海一起取得了授权 国民党立委就批评 现在台湾政府是希望借由台积电来分散郭董的光环 民进党立委则表示 台积电一直以来都是私下努力 这两家企业的目的都是在帮助台湾买到足够的疫苗 总统亲自在府内接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和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同时宣布授权两大企业洽购疫苗 两家公司当然各有他们的一个管道 我们当然都希望都成功 鸿海和台积电所定的都是德国BNT疫苗 郭董委托的台康生计 6月1号就向卫福部提出申请 但中间过程一波三折 反观台积电6月10号提出申请 董事长刘德英亲自和德国原厂接洽 所有过程低调暗中进行 直到最后一刻扶上台面 和鸿海同时取得政府授权 台积电没有付任何的条件 他没有要求要保留多少的份额 也没有说要施打的对象是什么 他的捐赠就是五百万 无条件没有保留的意识捐赠给政府 久了护国神山加持 民间疫苗采购仿佛吃下一颗定心丸 我们也清楚看到除了郭台铭董事长之外 台积电事实上也已经私下努力奔走多时 护国神山也站出来护台湾 很简单他就是这个功劳不要给郭台铭一个人独拿 而要台积电也进来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淡化郭台铭的角色 官民合作齐心买疫苗本事加坏一件 但帮郭董拆弹时突然蹦出个鸭子划水的台积电 很难不让人有政治联想 记者林先生就红卫财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